我們各位民進府的好朋友 各位好夥伴 各位閣員 各位以後 我們可能都擔任我們重要職務的這些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安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這裡跟大家在這裡見面 那我們雖然今天要用很短的時間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有關我們政府的預算審查 那我們知道說政府的預算 這個其實對一個政府組織的運作非常重要 我們說錢不是萬能但是沒錢萬萬不能 這個人是這樣在一個團體在一個政府裡面也是一樣 但是政府跟我們個人有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用錢是用我們自己的錢 你自己錢怎麼用沒有人會管你 但是政府因為他用的是用誰的錢 用人民的錢對不對 所以他既然是用人民的錢的話 所以他的錢來講要接受人民的監督 那我們知道說人民怎麼監督 我們知道說人民對政府用錢的監督最主要就是透過預算的控制 所以我們法律也規定是說你沒有預算的話 不管你有錢沒錢沒有預算 政府再有錢你也不能用 那有預算來講這個預算也不是你自己編的就好了 你這個預算一定要經過人民的監督 那人民沒有辦法每個來監督就是要透過什麼 民意代表代表民意的機關 這樣在台灣目前就是要透過立法院或各地的議會 來經過審查 審查過了這個才叫做 合法的這個預算案 你政府才可以根據這個預算來進行什麼 各項施政的作為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各位來講 我們花很短的時間 我們並不預期說可以透過這兩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對於預算有百分之百的認識 但是我們最少來講既然要從事公共服務來講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我們這個預算就是 以後我們使用金錢的一個基本條件 那這一個預算它到底是什麼 那預算怎麼審查 可能現在在實務上來講 預算的審查有哪些內容 那我想我們可能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剛才我們的州長我們的主持人也介紹 那本身來講因為預算來講它其實是屬於 會計協裡面審計協裡面的一部分 其實它本身是非常專業性的東西 但是它除了說專業以外 因為預算來講它又是跟政府的制度 或者是各方資源的角力的競爭有關 所以其實預算它本身也是具有相當程度的一個爭議性 那所以我們今天 OK 剛剛沒有開 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課程的內容 我們打算跟各位來介紹的是 下面這幾個內容 第一個當然是做一些前沿背景介紹 第二個是有關預算書的範例 還有說我們預算上來講 常見的一些書師 還有預算審查的這些實務 然後最後做一個結論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是不是沒有電 能不能幫我看一下這個是不是沒有電 旁邊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前沿的部分 我們打算就幾個這些 既然我們這是一個介紹性的 概論性的一個預算審查的介紹 所以我們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功能 還有財務的原則 還有數字會說話 預算資訊的架構跟相關的這些名詞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說 預算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要了解 對於預算的定義有很多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是一個黃世新教授他寫的是 他對政府預算的意義 他有做這樣的說明 預算是指一國的政府在一定期間內 為了達成 這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以國家整體的資源 以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基礎 所預定的財政收支計畫 也就是由政治的程序 所謂的國家資源分配 看起來是很長 但是其實他這個很長 裡面每一句話裡面都有他 他這個政府預算來講 是指一個政府 這不是我們一個個人 或一個家庭的預算 因為其實如果講預算 其實說政府要預算 我們每一個家庭或每個人 有沒有預算 通常我們也都會有預算 但是我們在這裡講的是指 政府預算是一國的政府 而且他是要講什麼 是一定的期間 雖然我們都假設說 我們說實際上聽到什麼 中華民國萬萬歲 好像假設中華民國會 永生不滅這樣 但事實上來講 你在精神上 你可以認為一個國家是永生不滅 但是在預算來講 你一定要什麼 要有一個期間 那為了要達成什麼 他是政治經濟跟社會的這些目標 這個大概都是預算 那根據什麼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還有國家的整體資源 你國家 你預算來講 比如說什麼 刷管追個無多 你隨便亂編 一定要考慮到什麼 整體資源跟國民的負擔能力 根據這些來講 所預定的什麼 財政收支計畫 你要多少錢的收出來 也就是說 而且這個也要經過什麼 政治程序 這句話也蠻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的話要經過一些 立法的審議程序 所謂的一個什麼 政府國家資源的分配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 其實他表達的就是說 你政府裡面來講 你這個經費來講 你是資源是怎麼樣的分配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第二個來講 就講 預算的功能 預算的功能 為什麼要有預算 預算的功能有很多種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最重要的就是有這三個功能 第一個 因為有預算 所以要強迫怎麼樣 強迫政府進行規劃 你如果說你沒有規劃的話 你怎麼編預算 所以預算第一個功能就是 強迫你政府你要來做一個規劃 規劃你的財政收支是什麼樣 第二個來講 是要提供衡量這些績效的標準 我們知道說 預算是一個非常好來提供一個衡量的標準 因為我們做任何的施政或任何的作為的話 我們總是要說你做得好不好 總是要怎麼樣來判斷 那判斷方法來講有很多種方法 那比如說像我們可以說做得好不好 這種感覺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政府 他都在講講說他做得多好 做得多努力做得多好 但問題是人民對政府的感覺是什麼 是無感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可能 你的好可能跟我的 跟我的好可能定義是不一樣 對不對 政府可能他認為說他做得很認真 為什麼大家都這樣做得老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可能他認為的好不好 他衡量的標準可能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就那就不是 但是如果透過預算呢 預算的話就可以提供一個衡量 一個很有效的一個衡量標準 因為什麼 預算他都是拒絕的數字 你跟我講講說 政府說我們要照顧弱勢族群 那我可不可以透過預算來看說 你說的這句話是真的是假的 你社會福利的編的支出有沒有增加 這樣我們整個的國家的支出 預算比例高不高 那我就可以來判斷說 你說要照顧弱勢 你的社會福利有沒有做得到 那你預算編的夠不夠以外 再來呢 我可不可以來透過這個預算 來看你的執行率是怎麼樣 你達成率是多少 如果說你編了100億的社會福利 但是你執行的結果只有兩層三層 那你預算再高有沒有用 那所以說我們透過這一個預算來講 也可以提供我們衡量的一個標準 那第三個功能就是有助於溝通 那我們知道說這一個 剛才我有講講說政府的預算 政府的錢他不是用自己的錢 所以怎麼樣子他錢要從哪裡來 從人民來啊對不對 那人民為什麼要錢給你政府用 那所以說你這個政府的話 你在用什麼錢的話 你需不需要跟人民交代 那要交代的話 你說這個交代的話 這個過程裡面就是要透過什麼 透過預算 那預算來講 我政府可以很清楚告訴你說 我這個總共一年的預算是 像我們現在一年的預算 都差不多一兆多對不對 我這一兆多的話 我錢要用在哪裡用在哪裡 那預算編出來大家清清楚楚 人民有沒有意見 人民可以從這預算知道說 政府在做些要做些什麼事 那如果我認同的話 那要我繳稅 我是不是就比較心甘情豔 或者比較有合法的程序 要我來繳稅 所以說這個預算第三個功能來講 是有助於溝通啊 那這個我們知道說這個預算來講 他有很多功能 但是這三個是最重要的一個三個功能 那再接著的話 那再接著的話 預算來講在編制的時候 也是除了在編制 在我們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有一些基本觀念 我們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什麼 這個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的不一樣 我們知道說像我們每一個個人 或每一個家庭 甚至每一個公司 我想我們在座可能很多人自己都有經營公司 甚至這些的話都是在我們管理上來講 都叫做什麼 個人理財啊 那另外來講 可能比如說像有各種的什麼 人民團體基金會 或者甚至說像政府單位 這些的話 理的就是什麼 公共理財啊 那公共理財跟個人理財 它的差別 除了剛才講的這些對象不一樣 以外 它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他們中間有存在一個很大的一個不一樣的特質 是什麼 個人理財的話 你理財的好不好 你是不是個人要自負盈虧 你個人來講或者你一個公司 你賺錢不賺錢 虧損或者什麼 你賺的錢是你的 但是如果虧損的話 誰幫你出誰要負擔 你自己負擔啊 個人要自負盈虧 但是公共理財呢 公共理財來講 你如果說錢用的好不好 或用的夠不夠的話 那這個錢由誰來負擔 是由人民全體民眾來負擔喔 那人民怎麼負擔 政府來講 他如果錢不夠用 他有三種方法可以讓他來拿到錢 哪三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什麼樣子 課稅嘛 每一個人民你就是要繳稅 課稅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憲法的規定啊 對不對 這個在這裡問一下 像我們都講說 憲法是國家的基本大法 是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的根本大法 對不對 這每一個都知道 我想請問大家一下 我們的憲法175條裡面 裡面規定了很多人民的權利 對人民的言論自由 有什麼遷徙自由 居住自由 自由很多 那憲法規定人民的義務有幾條 嗯 納稅 還有呢 對 沒有錯 其實大家想一下 我們的憲法170幾條 規定人民的權利很多 但是規定人民的義務 只有 嚴格講起來只有兩條辦 哪兩條辦 憲法19條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憲法20條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義之義務 憲法第21條 人民有受國民教務之權利以義務 甚至一般人來講都把受教義 這個都不把它當義務啊 以憲 我們的憲法規定受教義的話 是權利也是義務啊 但是基本上我們一般人都不會把 把念書當成是義務 大家都認為說那是一個保障 所以真正嚴格講起來 憲法規定 我們人民的義務只有幾條 只有兩條啊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喔好棒喔 那麼多條都是權利義務只有兩條 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它想 這兩條嚴不嚴重 很嚴重 這個什麼 依法律納稅 依法律服兵 如果我們用白話講來講 是不是這兩條是要錢 一條是不是要命 是不是這樣 那 那 那為什麼要 要把納稅定到憲法的層次 我們會不會說把這個什麼 違反交通規則把什麼定到憲法裡面 不會啊為什麼 我們開車啊或者是 清潔家裡的衛生啊什麼這些 我們有很多的法者 但是一般的法者都不需要定到憲法裡面 只有什麼 繳稅這個要定到憲法 那是代表什麼意義 因為繳稅是一般人都不願意繳稅啊 有沒有人說 我以繳稅為榮 以繳稅為快樂 當然極少數的人是有這樣 但是 絕大多數的古今中外 納稅對於國民來講都是一種義務啊 所以 因為他是大家不願意 所以他才需要定到什麼 定到憲法的層次裡面 那我們來看 納稅的話 是政府裡面他合法在憲法明定裡面 他可以向人民要錢的一種方法 那政府如果錢不夠用的話 除了給人民課稅 另外第二種方法是什麼 花行公債或印鈔票嘛 對不對 那第三種呢 就是變賣國有財產嘛 所以政府的這一個 他早前大概有這三種的方法 那這三種其實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課稅來講是由誰來負擔 由這一代的人來負擔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花行公債呢 舉債呢 那是由下一代來負擔 那如果變賣國有財產呢 那由上一代的人來負擔 那這三種裡面來講哪一種最好 其實三種都不好 但是如果說不好裡面來講 我們必須要挑一個 大概一般是認為說課稅的話 因為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什麼 因為課稅被課稅的這些人來講 你給他課稅他會痛他會叫 所以你說叫下一代的人 下一代的人他現在給他花錢 舉債他錢拿去花下一代的人 可不可以有沒有感覺 不會感覺 上一代的人呢搞不好都不在了 所以說這個政府公共理財來講 因為他的錢來講如果說不夠的話 他就是什麼樣子 就是由人民來負擔 所以公共理財跟個人理財最大的差別就是 這個理財的結果承擔者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這兩個的特質的不一樣 我們在一般來講 我們就有分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的 理財原則就有不一樣 在個人理財來講 我們就強調的就是要什麼 量入為出啊 但是在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就是什麼 量出為入啊 這個可能一般人可能會想說 怎麼會是這樣 真的是沒有錯 因為怎麼樣 個人理財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你如果錢不夠的話 這個盈虧的話 又有你個人自行負擔 所以你在這個個人理財的時候 你一定要重視的是什麼 量入為出 你賺100塊 你最好是說什麼樣子 花80塊 你最多也只能花100塊 你絕對不要花什麼 花的錢超過你的收入的錢 因為如果說 你沒有注意到這個量入為出的 如果說你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都是說什麼樣 每個月的錢或者是收入都不夠 支出都大於收入啊 這種朋友我們要怎麼辦 離他遠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早晚會向你借錢 然後借錢他一定會破產 你會被他倒帳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是個人理財 他沒有 他違反了量入為出 他財務就會出現危機 但是在公共理財呢 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強調的就是一個什麼 量出為入啊 政府的支出的話 要考慮的是 你這個支出的必要性跟合法性 如果說是有必要跟合法的話 政府是基本上是不能夠說 用什麼 用沒有錢就不做 這個比如說啦 比如說像 今年是民國103年對不對 那應該是民國97年次出生的小朋友 是不是今年要念小學 那如果說我們政府沒錢 我說好 那我們沒有錢 我們是不是說 那今年的入小學 97年次的小孩子就不要去念小學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因為你有錢沒錢 但是這個什麼 這國民教育這是必要的嗎 有沒有錢 沒錢 你要另外再想辦法 因為我們憲法已經給你一個什麼 向人民課稅的潛力 你要去找錢是另外一回 但是你不能因為沒有錢 怎麼樣 讓這一年 民國97年次小孩子 因為怎麼樣 如果說你不讓小孩子念書的話 很有可能怎麼樣 我們這一年次這一年代的小 以後我們國民素質會不會降低 會啊 那有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必要的一個支出 一個高速公路 你說不蓋 沒有錢不蓋 可不可以 如果說那個是絕對必要的 你不蓋的話 以後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會怎麼樣 會受到影響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公共理財的話 他不是考慮到你有沒有錢 而是要考慮到什麼 你這個支出有沒有合法性 有沒有必要性 如果說有合法有必要的話 那錢要怎麼找 那是另外一個財政部長要去想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大家想想說 那這樣是不是政府的話 他的支出就是可以無限制很自由 不是 我們要對於政府的支出 我們他的財政我們要控制 不是用收入來控制 而是要用什麼 他的支出的合法跟必要性 那合法跟必要性的話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上課 我們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面對這個的話就是政府 不是我們台灣 所有各國的政府都有一套來控制政府 支出的這些什麼樣的一個機制 這個就是我們的預算的制度 那透過事前的預算 你沒有預算 你錢你不能夠自己亂花 你政府你不能亂花錢 那預算來講要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查 那再來就是預算的執行 也要有主計單位的執行 還有最後的什麼 預算要經過什麼 做完了以後要經過結算報告 這樣一系列來控制 我們這個政府的什麼公共理財 所以如果有做到這樣子來講 我們才可以接受說 好那你要怎麼花錢 你就是什麼量出為入 不是量入為出啊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 那預算審查怎麼審查 預算其實它本身都是透過一些 數字的表達 讓我們來知道說政府的收支狀況 那我們知道說數字的表達 我們時常都有聽到一句話說 數字會說話 這個當然要 那我想請問一下數字怎麼說話 他跟我們說中文還說英文 都不是 他是透過數字表達出來一些什麼 一些資訊一些訊息對不對 那怎麼怎麼說話呢 我舉個例子來看跟同學說 如果說我在黑板上 呈現出來一百七十 七十這幾個數字 問說各位同學 這個 這個數字有什麼意義 你們一定會跟我講說 這沒意義啊 這只是一個什麼 阿拉伯數字嘛 有沒有意義 你不知道我講這個是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說我把這個再加上什麼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你們會不會想到說 那老師是不是在跟我要講的 是不是介紹一個人的什麼 身高體重 一個人的什麼 身高體重是不是就一個人的外型 那這樣子 身高體重是外型的話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今天啊 我當校長很熱心 我要幫我學校的某一個女老師 介紹一個男朋友 他未婚啊 那這個女老師跟這個男生 沒有見過面 總是我要幫人家介紹 我總是要基本條件 要跟人家講一下 比如說他的學生經歷什麼 那再來一個 是不是他的外型 要跟人家講一下 但是他沒有見過 我如果告訴他說 他是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你想想看一般人 看到這樣子的身高體重 腦海裡面會浮現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人的外型 以一個東方男性來講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應該是屬於怎麼樣 中等身材吧 不是很高大 也不是很矮小 也不是很胖 應該是差不多 是不是就中等身材 他沒有看過 但是他會講 那如果說我把這個數字給他的是 一百八十公分五十公斤 你會你會把這個人想成是怎麼樣 是不是中等身材 可能就不是 瘦瘦高高的 甚至像竹竿一樣 會不會 有可能 那如果說 數字給他是 一百六十公斤八十公斤 那你可能 腦海裡面浮現 這個人可能就長得什麼 矮矮胖胖胖的 那我們從這個 這個例子來跟大家說 這個數字怎麼說 數字來講 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我給你一些數字 給一些組合 你大開的話 你就可以是 很有效的去 去勾勒出來 這個人長相是什麼樣 那 這一個來講 其實 這個數字會說話的話 就是說 透過數字來講 你沒有看過這個人 但是一些基本數字 就可以讓你有一些圖像 展現 就像我們要去買 一家公司的股票 這家公司到底是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沒有參與公司經營 沒有 我們沒有參與 所以這公司的經營 他到底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認識 這個公司值不值得投資 股票值不值得買 我們可能是不是要看他的財務報表 我們看他的財務報表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公司大概他是 他的獲利能力是多少 他的營業規模 營業額是多少 規模是大小 大概我們從數字可以來判斷 我雖然沒有參加這家公司的經營 但是我可以從數字的資料 讓我知道說 這個公司大概是怎麼樣 那同樣的 我們對政府來講 我們一般的人 有沒有參與政府的管理經營 沒有 但是人民要怎麼去了解政府 是不是就透過一些預算的數字 那我們可以從這些數字裡面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政府來講 他到底 他要做些什麼事 他打算 他在做哪些事 做得好不好 或者是他的施政重點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數字 來讓我們 雖然我沒有參與政府的執政 但是我可以了解政府在做些什麼 這個就是說 我們講說 數字會說話 那數字就透過這種方式 來幫助我們進行各種的什麼 這種 這種溝通的作用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 了解了這樣子的 這個 預算的這些基本 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 預算的審查的時候 不是說 我們要有一個全部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進行去審查 看人家編的預算好不好 其實我們要了解說 其實預算它是整個是一個 預算的一個資訊系統 那預算的一個資訊系統 它是透過幾個階段來共同完成 第一個就是 預算的編制 預算編制 預算的審查 預算溝通 還有預算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整個政府 或我們老百姓 或者個民意代表 其實每年花那麼大的一個時間 跟精神在進行這個預算審查 預算的編制 它的目的不是說 只有編出一套 預算書而已 它的目的還是要什麼 它的目的是要進行是 預算就作為一個什麼 政府跟人民之間的一個什麼 企業行為 或者是一個溝通工具 這個才是我們整個什麼 整個預算的一個目的 要不然來講 預算不是只有編出來 一堆的這種預算資料為 預算的目的來講 是要能夠說 讓政府它的施政 跟它對人民的權利義務 能夠有個交代 這個才是我們的 預算溝通的一個目的 那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到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預算要 預算絕對不是說 無中生有憑空草出來 預算要經過什麼 一些編制的程序 有一些什麼 通常編制就是由誰來編 由行政單位來編 所以我們各級政府 各個單位裡面都有什麼 會計主計人員 他們每年都花很多時間在什麼 在編列預算 這個預算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的一個編制 而且預算編制來講 預算的編制來講 它本身是一個很專業的一個東西 這個預算來講 這個其實它本身來講 剛才我一開始我介紹 其實預算也是屬於 我們一般會計的領域裡面的一部分 那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通常在編這個預算的人 都是由各個行政單位的 會計或主計單位 他們有一組人 專門就在編制這個什麼 編制預算 那預算來講 我們說 預算通常都由行政單位來編 那編完了以後 我們一般人民會不會相信 因為這個都是你自己做的啊 那你怎麼寫 你怎麼編的話 我相不相信 我不相信 所以我們預算編制好了以後 要經過一個什麼程序 經過一個審查程序 審查程序就是說 你編的預算 我到底我要不要怎麼樣子 我要不要相信說 你編的是合理的是正確的 那這個就是要經過什麼 經過這個審查程序 那審查照理講 應該是誰來審查 是不是人民要來審查 但問題是人民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這個機會來進行審查 每一個人民 大家都來看預算書 那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在現在來講 就是議會政治的話 就把這個審查的權力交給誰 交給民意機構 就比如說像我們中央政府的預算 就由誰來審查 由立法院來審查 地方政府的預算就有什麼 地方的議會來審查 那這些民意代表等於 他們就是要代表什麼 代表人民來審查 這個政府所編制的預算 那這個預算如果說 有經過了民意機構的 這些審查了以後 最少人民會比較相信說 這個不是只有你寫的 你編的 所以政府來講 有經過審查了以後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裡面就會取得人民的這些授權這樣 那這個預算有經過編制 有經過審查 是不是這種預算就這樣子 我們知道說 在外面來講 可能在民間企業來講 我們可能財務報表 這樣子就夠了 但是在政府來講 我們說政府的預算 除了說很專業以外 還有剛才我有講 他本身也具有很高的什麼 政治性啊 為什麼他有政治性 因為預算的話 是不是牽涉到各方的角力 各個團體 我們知道說 一個政府的執政來講 他有很多的部會 有內政國防外交 各個部會這麼多 那是不是各個部會 大家都會要爭取預算 大家都要爭取資源 那這裡面來講 那政府要盡量爭取資源 那人民呢 因為你花得越多的話 這個負擔有誰要負擔 有人民來負擔 所以這裡面你要錢 我就有的時候 我就不給你錢 這中間或者是說 要給錢 要給張三 還是給賈部會 還是給乙部會 這中間就有很多的什麼 政治角力 那這個就是還要經過一個什麼 溝通的程序啊 所以說這個溝通的話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看到說 立法院裡面 等一下我們也會再講說 怎麼樣 我們事實上看到立法院裡面 在吵吵鬧鬧在吵什麼 沒有人說沒有事情 在那邊吵吵鬧鬧 其實吵鬧鬧的背後來講 可能都是為了這些 政治資源的分配 在吵吵鬧鬧 那經過的 所以說這個溝通的話 這個分配也是我們 預算裡面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所以經過的編制審查 溝通了以後 那這個審議通過 才會搭乘是什麼 政府跟人民溝通的一個目標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有關 這個我們在了解 預算資訊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只有說 知道說他怎麼審查 我們今天題目是 只有講說 預算審查 那我們就講 預算什麼審查 這個不對的 其實我們要知道的是 其實審查只是我們這整個的 預算的架構裡面的一環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說 那我們既然要了解 預算的話 那我們有一些 基本的相關的名詞 這些的話其實當然就很多 但是這些名詞 這些都是我們 預算法裡面 明文的規定 那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而且這些名詞 我們都時常在媒體上都會看到 但是看到這些 我們需要怎麼樣子 我們需要知道的以後 這個才是一個什麼樣 你對這個名詞 如果能夠知道的話 以後你是要進行預算審查 你才可以比較精確一點 這個是我想我們對一些 一些就像我們在講 講說你要講 各行有行規有行化 你既然要講這個預算審查的話 人家他們預算審查有一些什麼 預算有一些基本的術語 或法律的名詞 我們就必須要知道 那當然預算法裡面 各種的很多 那我只是說把其中幾個 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 概算預算案法定預算 混配預算 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覺得說 這個都差不多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根據我們的 我們的預算法 我們的預算法第二條裡面 這幾個都是我們時常在媒體上 或報章上看到的 很多人如果說這不差不多 其實他們每一樣都是不一樣的 根據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概算的話是指什麼 各主管機關 依他的施政計畫 初步估計的收支 就稱為什麼 稱為概算 所以概算來講 只是經過初步的估 根據他的施政計畫 所做的初步估計 這個沒有經過 因為還沒有發生嘛 所以你只是估計的話 這個叫什麼 這種估計的收支 這個就叫什麼 概算 那概算來講 如果說經過證實了以後 那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預算 但是預算來講 我們剛才有講講 預算要經過立法程序 才叫做什麼 才叫做預算 所以你這個概算 經過那個編制了以後 變成預算 但是預算沒有經過立法程序的話 我們再把它稱為什麼 預算案 所以說 所以說在報紙上 你看到或者以後 你自己在做 或者是在 另外看到什麼 104年度的中央政府 總預算 你要知道 還沒有經過立法 他最多只能稱什麼 總預算案 那有經過審查過了以後 才叫做什麼 預算 所以說 未經立法程序的 就叫做預算案 那如果說 預算有經過立法程序 而公布著 那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一個預算 而且是有 有經過法定程序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什麼 法定預算 那我們各級政府 在執行是根據哪一個執行 根據法定預算去執行 所以這個都不一樣 那法定預算來講 我們知道說法定預算是 我們對政府 總政或者是說 比如說各部會來講 你各單位來講一個總數的一個預算對不對 但是其實像行政院下面 是不是還有很多部會 那你內政部裡面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屬 很多的單位 那你各部會在法定的 預算範圍內 由各機關依法分配實際 那又稱為什麼 分配預算 所以這幾個名詞 都是我們預算法裡面 我們很多人都 甚至都都沒有很清楚的知道說 但是這個區分有沒有用 有 因為你這個你才知道 你現在在做的 你在審查的 是哪一個階段的什麼東西 那所以概算 預算案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這個都不一樣 這個 舉個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像以前我在學校 當大學當校長的時候 我們學校是不是每年要辦招生 對不對 那招生的話這個是 是不是一個 對於一個學校行政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正式活動 那你活動的話 你要不要 你要辦這個活動 要不要錢 要不要經費 要啊 那所以說 那我們要辦這個招生活動的話 你可能也要請老師命題 或者監考或者是什麼 那你可能也要跟什麼 跟學生收什麼 收報名會啊 那所以說這有牽涉到金錢的收支的話 你依規定來講 你就要編一個什麼 編列預算 那預算 我們怎麼編 一開始來講 我們說今年度 我們知道說 我們每一年 我們有行事地裡面 有一個要招生 這個作業 這個活動的話 那我們在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花錢 會收錢 花錢之後 我們就編一個什麼 編一個收支計畫表 但是這個收支計畫表的話 你還沒有 還沒有報名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你學生 你知不知道說你今年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什麼 這個收入是不是報名會 是根據你學生的報名人數來收的 你可以定說 我報名會一個人一千塊 但你怎麼知道說 會有多少人來報名 不知道 所以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可以估計說 去年報名多少 今年大概報名會 我們估計一個什麼 一個報名人數 那這樣算起來的話 這個是不是說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比如說我們一千塊 我們說估計有一千人來報名 那這樣就有多少 就有一百萬 那這個 根據估計的 那我們所編出來 這個收支計畫表 就叫什麼 就叫概算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報名人數 並不是很精進 只是估算的 好 那 經過這個概算 如果編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來做一下 那等到我們實際上 這個報名完成 我們報名人數確不確定 報名人數確定了以後 我們就要編另外一個什麼 正式編預算啊 如果說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估計是一千個人來報名 那真的來報名 比如說一千兩百個來報名 那我們的預算 是不是要根據一千兩個來調整 那我們就編預算案 但是你這個編好的預算 你還沒有經過一個什麼 在我們學校 我們這個招生的話的 相關的收支 要經過什麼 招生委員會的這些審查 對不對 他的核定 那如果說還沒有 還沒有經過那個什麼 招生委員會審查 我們所編的財政收支 就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招生預算案 那如果經過這個什麼 這個招生委員會審查結果以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變什麼 我們的比如說 104年的招生 招生預算 那這個就變成 預算案變成預算 那預算 學校如果通過了 這個預算案 接著要執行的話 你不要說招生來講 他不是只有一個協助 他裡面還分很多組 你這個錢要用到哪裡 招生要不要宣導 要宣導組 招生最重要是不是要出考題 要命題 要不要舉辦這個試驗 那招生的話 要不要考場 要不要借場地 那這些可能就是總務的 所以他也分成很多組 很多項目 那你再把這個什麼 預算的話 法定預算 法定預算 你就再把它分配說 我這裡面的錢 我多少是要用在這個什麼 招生的宣導 多少是招生的命題 考試 多少是在這些素務 總務 躺地的這些支出 那這個就是什麼 分配預算 這以這個例子 來跟大家說明 所以我們整個的 預算來講 的名詞最重要 那第二個來講 基金的種類 我們知道說 一般來講 我們想到預算 都是想到什麼 行政單位 但事實上來講 我們預算法規定裡面 我們預算審查除了說 各當各行政公務單位 行政單位裡面 其實我們也還包括 我們政府其實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施政的運作 正式的推動 他不是用什麼 部會或什麼行政單位 還是很多的基金 而且有很多基金的規模 它裡面牽涉到錢 也蠻大的 所以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是連基金也都要審查 那基金的話 根據我們預算法第四條的 他把基金分成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這兩大類 那什麼是普通基金 什麼是特種基金呢 我們先來看 所謂的基金是指 你用一定用途的現金 或其他資產 這個就叫什麼基金 因為我們政府來講 其實政府有很多的錢都是在哪裡 並不一定是在公務單位裡面 我們知道說像我們有很多鄉鎮公所 比如說在比較中南部的一些鄉下 一個比如說一個鄉公所 一年的預算多少 十幾億而已啊 多不多很少耶 十幾億 但是你知道說我們有很多的基金 比如說像航花基金 那個基金的規模有多大 有一千多億啊 那還有像我們那個財政部那個國安基金 那個金額的話都是非常的大 所以說我們基金來講 我們就是說在預算審查的話 這個不能漏掉基金這一塊 那基金的話 他是說可以分 剛才講像分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普通基金指的是什麼 他是一般用途的基金 怎麼樣 他沒有特別的用途 我們就這樣 那特種基金就是指什麼 他有特殊用途 那實務上常見的基金有什麼 有營業基金 債務基金 信託基金 作業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 跟資本計劃基金 這六大類啊 這個是我們基金如果說有踏實用途 比如說像營業基金 比如說像很多 他最主要是什麼 致富盈虧的基金 比如說像有很多國營事業 這些都是什麼 特種基金 那債務基金就是說你 可能比如說我們當時蓋高速公路 我們給國外借錢來 那我們需要還的話 我們就成立什麼 債務基金 那信託基金 有些是什麼 你有這些財產 但是你是信託給 那作業基金 這是什麼 跟營業基金很像 但是怎麼樣 他是沒有富盈虧 比如說像國立大 像我們學校就是屬於什麼 我們學校就是屬於作業基金 我們自己有沒有收入 有 我們有沒有支出 有 因為我們 我們跟學生 我們有沒有給他收協會 有啊 我們是國立大學 但是我們並不是完全都免會 我們也可以向學生收協會 但是我們跟國營事業一不一樣 不一樣 國營事業的話 他收錢以後他還要怎麼樣 還要注意到說他賺不賺錢 學校來講 有沒有需要考慮賺不賺錢的問題 學校他是讓你 你的收入支出有自主性 但是你如果說學校 錢不夠的話 是由誰來負擔 政府來補助啊 這個像一般很多學校的 所謂校務基金來講 通常會不會賺錢 通常都不會賺錢 因為你跟學校 要學生收 尤其像國立的學校 你跟學生收的什麼 收的協會 夠不夠學生的成本 通常都不夠啊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們基金 可以分為很多的種類這樣 好 那再接著說 那我們除了基金 那我們再來到 預算第16條的話 那我們再講預算的話 預算他大致上 可以把它分成這幾種啊 這個就是說 做你一個編制單位的 下面把各個這個 附屬單位 所合併起來 我們一個什麼 總預算啊 比如說像行政院的話 他要編一個什麼 比如說像現在 暑假過來以後 就是要審查什麼 民國104年度的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這一邊的 行政院邊的 那行政院的總預算裡面 他包含了什麼 不是只有行政院 他的院本部啊 他還包含了下面的各部位啊 內政國防外交交易 一大堆的 這個就是什麼 他把它匯整起來 他就行政院所編的 他就叫做什麼 總預算 但是總預算下面呢 行政院下面 他有內政部 有交通部 有國防部 外交部 這些的話 他就是什麼 單位 單位預算啊 那單位預算在下面呢 還有什麼 我們知道像 這個教育部來講 他是 就行政院來講 行政院是總預算 教育部是他的單位預算 但是教育部 是不是就只有教育部 教育部下面還有很多的 有一些 並沒有辦法 比如說像我們故宮 故宮是隸屬在哪一個單位 他就隸屬在教育部啊 那故宮的話 他本身來講 他有一部分 故宮來講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收入 也有收入啊 所以說他這個就是一個 附屬單位 再來就是什麼 一個分預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把 把它的說明 跟大家再說一下 總預算是指政府 全部所編的預算 這個就是說 你 你這個政府的話 就看你是什麼 比如說中央政府 就是行政院 他就各部所 全部所編的 就叫什麼總預算 那單位預算呢 單位預算的話 就是可以分為什麼 公務 公務單位跟特種基金 公務單位是指機關的單位 預算 那特種基金呢 是指全部編入的預算 那附屬單位 跟特種基金 不一樣的地方是哪裡 他是只有一部分編入啊 我們說 剛才再講講基金 我們說基金是跟這個 公務單位是同等的 是我們審查的時候 包括一般的公務單位 還有基金啊 那基金裡面或者是 公務單位裡面來講 你如果說 全部編入就是基金 但是你如果只有一部分編入的話 那就是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分預算 機關或者所編的 你各個單位的話 比如說教育部 教育部下面又有很多什麼 有高教師 有國教師 有宗教師 有很多各種 附屬單位 這個就是所編的 就是分預算 這些都是一些名詞的 這些介紹 那再來的話就是 預算的審議啊 這些都是什麼 我們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那預算審議是指什麼東西 預算審議說 我們預算法對於預算的審查 有一些要求或有一些規範 那比較重要 當然這裡面規範的很多 但是比較重要的 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說 陰報告的事項啊 這個陰報告事項 這個是我們施政計畫 跟稅入稅出的 預算的編制過程 這些是行政單位要來 向立法院報告啊 這個預算法 如果沒有這個規定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說 行政院跟立法院 兩個是不是平行的 同等級的單位 本來行政院有沒有義務 你立法院做報告 沒有 沒有個法院依據的話 行政院沒有辦法來向你報告 所以我們立法院就48條就規定說 行政院要來向什麼 要來向立法院報告 那要報告什麼 報告就是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的 預算的編制過程 因為有這樣子的規定 立法院才有個法院依據來向 行政院才有個法院依據來向立法院報告 那這個也是我們落實 我們剛才講的 行政院的話你的支出要經過什麼 經過人民的審議 你要向人民報告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審議的方法 審議的方法它就是規定說 我們要對於稅出規模 預算移錯計畫績效跟優先次序 這些是你要進行審查 這個是預算法裡面規定 你在審查的時候 這些裡面要審查 那這裡面來講 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是特別對於稅出規模 要預算法裡面有規定是說 那預算法有沒有覺得說 那有稅出那為什麼沒有稅入 有沒有稅入的規模要審查 沒有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預算審查來講 有很大的目的 其實是要什麼樣子 要控制政府的支出有沒有亂花錢 所以它是規定什麼 這個稅出的規模 它是把它定在預算法裡面 你也是一定要審查 但是稅入有沒有 稅入就沒有 這點是可能一般人會想的比較 比較不清楚 它的精神是我們強調重視的是什麼 它的支出這樣 那第三個是 議決跟公布啊 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的話 你要議決數日前要由總統公布 因為這個有時間性啊 因為你如果說我們剛才講 你如果說預算沒有經過審議的話 能不能執行 你錢就不能用 那不能用的話 搞不好很多公務員的薪水都花不出來啊 對不對 那你跟人家很多的企業招標 你錢都付不住 所以我們的預算法也規定說 你在怎麼樣 一定要在一個月前就要結議 15天前要公布啊 所以從這裡面來講 我們大家會看到 立法院吵吵鬧鬧 其實有時候那只是表象啊 你看他們再怎麼吵 再怎麼鬧 反正到最後這個時間 一個月前一定會審議完成 為什麼 因為這是預算法的規定啊 這個可能 當時在訂的時候 就知道說 立法院會在那邊吵吵鬧鬧鬧 他就把你訂死了 你再怎麼吵鬧 你怎麼演都可以 但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立法院 你看他在吵鬧鬧鬧 有的時候他是什麼 亂中有序 你看起來好像這吵成一片 但是其實他們中間還有很多是什麼 是法律就已經規範說 你一定要怎麼做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預算法也是說 審查的時候也可以加一些什麼 附加條件或期限啊 這個我們知道說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的預算來講 審查不是只有通過 跟不通過這兩個而已 我們也可以加一些什麼樣 加一些附帶條件 比如說你這個錢你用了 我可以通用到你 但是你用 你一定要怎麼用 要怎麼用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 一定要採用什麼 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可不可以 你有一個重大工程 要標案 那我立法院可以給你 附帶結議是說 你要採用什麼 採用這個什麼 公開招標 因為如果說 我們知道說 他這個如果採用限制招標 可能會怎麼樣 會營私舞弊 那我就可以限定說 你就只能 採用公開招標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個就是預算法 那我可不可以給你一個什麼 一個期限 說你這個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完成 所以說這個 附加條件或期限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 那第五個是說 得限制議題跟人數 在審查的時候 你也可以 因為我們知道說 立法院下 有時候吵吵鬧鬧的話 好像整天吵沒完 其實預算法的話 也有一個規定說 我們審查的時候 得限制這個議題跟人數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不是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那就九點八點半的時候 八點半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來上課這樣子 好